中文字幕志愿者 快速反应部队 灵活的机动力 更足以代表国军战略战术 已经由攻势转变为防御手势 有甄搜联为陆战队情报部队之一 特种勤务队着全套黑色衣服 配备克式特种装备 唯一特攻部队可依令进出敌后 攻击敌重要设施之外 另一维国军执行反劫持 反劫机 反劫船之主力部队 而除了传统作战外 俗称黑笔帽的陆战队特种勤务队 今年也首度在10月的国庆演习中出现 官民身着全套黑色服装 头戴黑色凝绒笔帽 以特殊任务需要 分别配备了夜视镜 物资冲锋枪 狙击枪 乃至于卫星定位仪 以执行特种任务为主 我们的特色是反劫磁 反劫机 反劫船 特种作战的任务 一般训练需要多久 一般义务一进来的话训练 我们有专场集训 有我们的时间 合格了我们才哪里不合格 水雷舰队充分运用先进扫雷系统 以确保航道畅通 而有精良的硬体设备 更需要有杰出的人才来执行任务 您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半年前 水中爆破大队队员 潜入海中拆除水雷的记录 国军唯一的三期特种部队 有三大任务 首先是支援两期作战 对敌方海滩实施水文 情报收集 爆破清除 登陆敌方前方的障碍物 引导我国海军两期部队攻上滩头 同时他们还执行特攻作战 在两期作战之前 由空中水面或是使用潜舰 秘密渗透渗入敌方 破坏各种目标 此外 水中戒弹的处理 也是爆破大队的任务 把航道中的水雷完全清除 由于三期作战任务相当的艰巨 爆破大队必须接受严苛的训练 无论军官或士官 一律拔除阶级平等受训 他们必须在任何tempo下 在21分钟内跑完5000公尺 接受枕目运动 刮人操 以及水中的严苛训练 其中坟场试胆训练 令人毛骨悚然 官兵必须以坟场为卧铺 直到天亮才结束 而最可怕的目关 则是匍匐爬过珊瑚礁 端的25公尺内 竟是如此的遥远 这支清凉的水中爆破大队 拥有辉煌的战士 而他们也将是国军永远的楷模 平常我们的训练有游泳 跑步 操舟 潜水 爆破 求生 那我们还有要做的训练 是有空中的跳伞 还有潜见的水下突击 而国人向来熟悉的 陆战队两栖登搜连 练用橡皮艇 执行水中爆破 突击 其敌后的情报搜集工作 是陆战队的情报部队之一 战绩极为精良 现在对外人中共不幸的在挑衅我们 而我们国军都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怕中共对我们发生什么攻击 我们都可以应付的 我们只知道万人部队壮硕的体格 是操练出来的 确实参演滑行演习的两栖增收营 万人部队这招抢背 就不是一招一戏可以练就出来的 好 下一招 这招 这招 这招都没故意了 招 好了吗 好 好 招 招 这个操组 操组训练 以及 这个 俯伏 根本不会受伤啊 受伤的状况会减到很轻 而且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一关随时都在我们身旁待命 也就是在汗水汗血水的洗练下 万人部队一般都相当的团结以及特别的活泼 在一起一般笑声多感情特别好 在我们单位里面都是以老大哥跟小老弟来区分 这样比较起来会比较亲切 这样子这里面的感情很好 对 万人部队由于目前年轻人过分注重升学 体能不佳 因缘不足 不过他们说身体有病痛的 有前科的 有刺青的 他们明确误烂 但是很多新兵道陆战队来报道 不会游泳 很难想象可以成为蛙人 不过他们保证在两周以后 包你可以游长泳 同时由于任务繁重 造就蛙人部队钢铁一般的体能 因此像滑行演习属于静态的操演 他们说像吃饭一样 为了这次的演习 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每天就是训练这种科目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严格来讲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我们 我们吃饭的工作 吃饭的任务 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里啊 是比平常的训练还要 对 升速制作已经蛮健全的 所以官兵 我们现在医务医士兵的话 很容易借由 连上的辅导长或 很多管道来做到升速 其实我们基本上原则上是采取 是自愿的方式来进来 然后我们以一种 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训练他们 然后我们很注重他们心理反应 我们晚上的时候 如果利用一些休闲的时间 我们会做心理的辅导 然后调试 我们看看他们休假的情况 来决定我们要如何训练他们 这样 而已经结婚的郑志清说 现在已经不会有适应的问题了 你在这次运服务的时间多长 一年半 一年半 适应情况怎么样 很好 很好 那你个人结婚了没有 那基本上像你结婚的人 对不对 那平常任务这么多 那休假如果很少的话 那是不是对这个家庭 会有一点影响 你家人对你担任这样一个任务 有什么感觉 那是家里人会比较体谅一点 因为兵种他们应该都会了解 当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住在台东的赖师官长说 当了十一年的瓦林部队士官 明年就要退伍了 不过他还考虑要继续的签下去